有民众日前到华联冬打门夜市买了烤虾 5只260元打开纸袋后发现虾子的大小似乎不太符合期待 拍了照片就po上网引发热议 甚至有网友调侃 现在没带个5000多块 逛夜市可能都会吃不饱 巨无霸的烤虾在烤架上滋滋作响 飘出香味让人食指大动 这样的美味佳肴是花莲东大门夜市的人气美食 没想到却意外引发争议 而且有民众到东大门夜市一间烧烤摊 买了5只大烤虾要260元 让他觉得很惊讶 认为肉没有比较多 价格却有点贵 当地说要振兴花莲经济 难道是要写洗民众荷报吗 也有网友狂酸 说现在来到东大门夜市不带个5000块来 根本吃不饱 被罚文公审店家也有话要说 5只才涨10块钱 我是原本是想说一只50 一直都是卖这个价钱 但是前阵子因为食材 那个通膨真的太严重 我们就只能想说尽量还是不要涨 但是就可能一份就变得多一点 活力多消 老板很无奈 因为近日国家才跟南美洲断交 厂商只能跟东南亚进货 价差也非常大 小只的一台银都在300块上下 体型大的一台银500块起跳 差距至少将近一倍 而且摊外上又有卖小鲜的虾子 5只也才100块 觉得贵一开始不反应 却选择在网路上攻击店家 业者满满无奈 当地游客也反应两极 到底贵或不贵 民众各自心里都有不同的评论标准 购买之前还是得先问好价钱 再不会让美好的旅游行程 百姓而归 记者项目宴许例行花链散播到